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既然健安老师跟你讲 健安老师的调性没有改变 周五摩台结算前 还是区间震荡整理 他是健安老师要提醒你一件事情 说那为什么在上个礼拜 当大家都在讲很多很多股票后 那强势骨一大堆 一直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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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变的时候 健安老师是不是跟你讲说 请你要懂得这个交易心法 随时保持痛的感觉 有没有 健安老师在上个礼拜 还没转弯的时候 就提醒大家 请你随时保持痛的感觉 而且健安老师还提醒你说 别忘记哦 帮你的股票买保险哦 结果呢 几天了是不是落下来了 重点就是说 健安老师 这样没通呢 因为发现这个逻辑好像不太通 为什么 健安老师如果假设 盘式是一个区间震荡整理盘 那为什么我要帮我的股票买保险 对 聪明 你真的有狗职的 问题一对 你买的股票 搞不好不是上市的股票啊 不是摩台 摩台的成分股啊 是上贵股票啊 所以健安老师给你看一张图好不好 我们来看一下 上贵指数你看完之后 有没有 你真的就刺一条 怎么说 健安老师之前是不是提醒大家 请你记得要为你的随时保持痛的感觉 然后呢 要帮你的股票买保险 健安老师就是看到这个东西了 上贵指数 还会记得吗 来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上贵指数哦 之前 这一根掉下来的时候 健安老师是不是有算给大家听 一根黑K棒吃了前面十根的K棒 有没有印象 有对不对 星云还帮大家算的啊 有没有 一根黑K棒下来 吃掉了十根的上涨 结果经过了两天 你以为 哦 事情已经过了 云淡风轻了 结果有没有 又来了一根黑K棒 你以为结束了吗 还没吧 这就是上贵指数 那我问你一个问题 之前涨得很凶 特别凶 涨得很凶很凶的股票 是不是都是以上贵OTC为主 没有错吧 这就是为什么健安老师提醒你说 要帮你的股票买保险的原因 就是一家啦 你以为健安老师是凭感觉喔 没啦 健安老师不会那么三八好不好 要交你的东西 有没有 就是要让你学起来的 所以你从这个上贵指数的这个转向的话 你就大概可以看得出来 会对耶 看起来喔 那个股票有没有 你有没有发现你的股票那稀里花 它跌一大串喔 所以请你记得喔 要小心喔 好不好 好 那这个上贵指数讲完之后 那除了这个以外 难道没有其他的东西可以看到转弯吗 有的 转弯的几率还蛮大的 怎么说 健安老师教你 你把它记起来 如果假设你没有来到会场 健安老师今天跟你分享一下 其实在礼拜六礼拜天有一个讲座的一个重点 叫做赛马理论选股跟期货的关系 那期货其实就是大盘嘛 就这么简单 因为期货跟大盘是比较联动的喔 所以赛马理论选股到底跟期货有什么关系 来 这是重点喔 健安老师跟你讲好不好 每一次 健安老师如果选出了很多的赛马理论 然后每一档股票 健安老师是不是都盖牌盖起来 那盖起来完之后是不是要让你接牌 只要冲出去3% 健安老师就接牌 冲出去3% 健安老师就接牌 没有错 对不对 那你有没有印象 健安老师已经选到第几个版本了 是不是第8个版本了 对不对 那你回想一下 从第1个版本一路到第7个版本 如果大盘在强势的时候 你有没有发现 感觉好像每一匹马 有没有 3-5-10就冲出 然后一直接牌 一直接牌 一直接牌 对不对 没有错嘛 也就是说 如果健安老师帮你选好的 赛马理论的选股总共有16档股票 结果在两个礼拜之内 一档一档一档的接牌 那表示什么 大盘感觉好像还蛮安全的 因为一路的往上攻 但是这一次赛马理论 到今天已经两个礼拜 又两天了 结果我们只接牌了几张 1 2 3 4 5 只接了5档股票 今天还要再继续接另外一档股票 总共只有6档股票 你看 几率有没有很低 很低啊 16档股票才接了6档股票 那几率很低啊 之前都是16档股票 接13档 接12档的啊 这样了解 建安老师要表达概念 所以 我问你一个问题 讲完之后 你有没有 summary 下来 没对不对 建安老师要是要表达什么东西 来 我跟你说 当你了解了赛马理论选股跟期货的关系就是这样啊 如果假设赛马理论所选出来的股票 一支一支都冲不出来 表示什么 期货跟大盘就有在转弯的味道了 这样了解了吧 这就是为什么建安老师还没有看到上柜指数转弯下来的时候 就领先提前大家说 请你记得 随时保持痛的感觉 这样了解了不 建安老师已经把我的秘密告诉你了 你想不想学起来 你决定不是建安老师决定喔 所以每一次只要建安老师把它赛马理论的选股把它改版之后 你一定要第一手时间拿到 当你第一手时间拿到 其实看懂这个盘式一点都没有困难 所以建安老师已经把压箱底全部弄给大家看了 所以请你记得 成为建安老师的学员 你就会在第一时间 就会拿到赛马理论所选出来的股票 那你就大概可以判断出来 到底这几匹码 有没有继续往前冲 如果有继续往前冲 表示大盘是OK的 那如果没有继续往前冲 感觉大盘就在转弯了 这样了解了 所以建安老师一开始的时候 就教大家这个东西 那当然就是要帮大家对大盘定个调 一样的礼拜五之前 还是一个区间震荡整理盘 建安老师的看法还是没改变 会以摩台成本 跟台子起的法能幻障成本 为中心点 上下一百点的一个区间 上下五十点的区间去做震荡 一路震荡 礼拜五才会做表态 下个礼拜一 礼拜五结算完之后 下个礼拜一 然后再做表态的一个动作 就这么简单 所以一开始建安老师对大盘先定一下调 好 那我们昨天就从从码面也可以发现 其实外资是由卖转买 今天我们要继续再接再利呢 有的 感觉好像是这样 今天盘中的话感觉还不错 有的股票有没有 跌升还是蛮强的弹上来 对不对 所以外资到底有没有去做护盘的动作 有啦 不要忘记了 摩台子成本你知道在哪边 9111 现在是谁获胜 现在是多方获胜 所以如果假设他要在这个地方 去做结算的动作 当然他要出力一下嘛 结算完之后他就可以赚钱啦 不就是这样吗 所以他有没有继续买 当然有啦 答案揭晓 有看到吗 三大法人外资的部分继续往前冲 继续往前买 又买了34.1亿 然后呢 投信卖超4亿 自行商买超4亿 然后呢 合计起来总共买超了30.5亿 那今天才狂涨了17点而已 好啦 小涨17点啦 不是狂涨 好 来 那这部分的话怎么解读呢 当然啦 就是还是有人会在 在那个上涨的过程跑货嘛 就这么简单 所以这个数字跟昨天来讲的话 我们还是一样 中性稍微偏多一点点来看待 中性稍微偏多一点点 好 那这个是现货的部分 很明显喔 真的要惊喔 惊到礼拜我去做结算 但是你有感觉 他真的是挺得很痛的 真的挺得很痛的 为什么 买超买了那么多 但是都买不出去 所以喔 感觉 昨天是买了 四五十亿 结果还下跌了 今天买了三十亿 结果才小涨了17点 所以你难道你不会觉得 他出了很用力 结果指数出不去吗 应该有那个味道对不对 有喔 好 有就好了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期货的部分 昨天增加了2000多 今天又小又减少了1900 也就是将近2000口 所以进多单只剩下7700 预估了一个部分 那 自己商没有太大的动作 进空单来到了318 把空单回补了 所以这样加加剪剪的话 其实也没有太大的一个动作 所以稍微中性偏多一点点来看 当然就可以了 继续往下剪喔 7000多块喔 如果假设 连外资 多口 对 7000多口 对 7000多口 7000多口的一个口述 如果连外资有没有 不小心都转弯了 连筹码都转弯的时候 有没有 一定要懂得比跑的比别人快 不要再傻傻在这场上咯 来 那我们看一下 选择权的部分 今天老师有说过对不对 选择权的部分不用太恐慌 为什么 尤其是外资的部分 即使你看到18000的一个空单 建安老师已经帮你算过了 这个算是一个避险的空单 而不是大幅度的看空喔 如果大幅度的看空的话 有变化 建安老师再跟大家分享 反正这个部分 就以避险来讲 那晋商的部分的话 就是偏空操作4900 所以进空单来到了2100 好 那当然如果假设 三大法人在选择权的部分 是稍微偏空的话 那当然Poco Ratio就拉起来了嘛 表示什么 没有方向出来 因为空单的话都是三大法人所布的 所以Poco Ratio 1.25 我们就稍微 偏多去思考也可以 稍微偏多去思考就可以了 1.25 好 那当然我们看最后一个数字 散户最近都没有太大的动作 对不对 到底有没有做了什么动作 正式 由负值 转正值 正0.1 有没有看到 又慢慢再转向了 有没有 有时候真的是 我们散户很奇怪 上涨的时候不敢做多 掉下来的时候就开始拼命接多担 是不是很多人跟你讲 多方趋势 拉回找买点 还是拉回买早点 在宵夜午餐 什么都买光光的时候 就没钱了 所以不管它 反正散户的力道有慢慢在转弯 大家看得懂 看得懂的话 你就知道了 其实现在真的在做转弯的动作 好 另外一个我们来看八大光谷航库的部分 昨天也是买超了3.2亿 那今天呢 一样继续买超了3.2亿 小意思 小case继续的买超下去 买了一点点 也没太大的一个动作 好 那一样的 建议老师就不念准则了 大家都知道K棒的颜色 对不对 红K棒就请你做多 蓝K棒就请你做空 蓝K棒 蓝K棒就做空 黄K棒就在盘整 所以建议老师交代两个K棒的颜色 大盘跟60分钟的K棒 好 来我们看一下 持续的大盘日线级的K棒 还是红色的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 感觉好像今天收了一个倒梯子线 而且快要接近那个红色的点点 对不对 如果接近红色的点点的话 就会跌破 跌破的话 表示什么 就会震荡高手盘 如果震荡高手盘的话 我跟你讲 你没有方法了 你最好退场 为什么 沿路上场做多的话 你只要做一个方向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是震荡高手盘 有没有 好 给你洗到你的皮 洗到你会脱皮 真的是这样 所以在这个震荡高手盘的时候 请你要特别的小心 但是如果假设没有跌破 还是属于多方趋势 好 那我们看一下 60分钟的K棒 到底又是长什么样 来我们看一下 来 这是台子旗的60分钟的K棒 请问一下 是不是还是蓝色的K棒啊 没有改变哦 不要以为今天 转弯之后就有变化 还是没有变化 所以 还是维持今天老师跟你讲的 长多 短空 到底是长线会把短线拉上去 还是短线会把长线拉下来 不要去猜 礼拜五之前就是一个区间震荡整理盘 顺着它去操作 这样就可以了 那最后我刚刚忘记讲一件事情了 其实今天在做当中的过程当中 一定有很多人 有没有欧白穹啊 江老师是不是跟你讲区间震荡整理 结果你是不是在那边最高杀低的 昨天已经跟你讲了区间震荡整理盘 不要在这个地方最高杀低的 你今天如果又最高杀低的话 今天最高点是9198 最低点的话是9165 你在那边最高杀低 你今天又赔了三四十点又出去又出场了 对不对 但是如果你运用正确的方法 你会不会最高杀低 不会 因为工具会告诉你 沿路都是红K棒 应该要逢高空9196做空 然后逢低接9172平常出场 又有24点的价差 了解齁 所以江老师跟你讲 正确的方法真的可以帮助你判断大盘 股票跟当充的一个方向 面对盘势的话你就不用太紧张 所以第二阶段 先把大盘跟日线接近K棒 大概有60分钟可以棒就交代 对 那在个股的一个部分呢 今天有没有一些个股是稍稍回神的 好的 有的喔 有稍稍回神了 而且江老师跟你讲喔 等一下认真听喔 要告诉你喔 大盘不好做的时候 大盘在横盘整理盘的时候 江老师要教你怎么样做个股的价差 很重要 真的很重要 到底要怎么样讲做个股的价差 我们先把赛马理论的股票先揭排完之后 我们再来看到底要怎么做价差 好不好 首先的话我要想请导播帮我上三档股票 到底这三档股票强不强 第一档是5388的钟蕾 有没有印象啊 第一根红K棒出来的时候提醒你什么 突破平台第一根结果休息了一天之后 你不理它今天涨停做收 75.2 K棒的颜色好不好用 好用对不对 不要想太多 你不要有时候5388的司机概念股 安装安装安装 你是说的要做什么 不用啦 看K棒的颜色就好了 OK 所以5388冲出去了 第二档股票 8215的名基材 昨天蛮惨的对不对 结果今天呢 又涨了2.25块钱 把他拉回来 今天江老师就是要教你怎么样做价差 认真听喔 第三 各位帮我打一下9942的冒顺 这是第一次接牌的 总共涨了3.46% 江老师有说过 只要涨超过3% 江老师做我接牌的动作 所以我们赶快来看一下 茂顺到底有没有被江老师选进去 而不要涨上去的时候才讲 那就是落差了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答案揭晓 茂顺在这个地方 有没有发现 还不错对不对 Q1的时候毛利率有36% 人家现金鼓励还配给你4块钱 算是一个很大方的公司 所以你看 这阵子的话 我们总共接牌了 永贯、智深、钟蕾、林华、明基彩跟茂顺 那我们来看一下钟蕾的一个现行 运用K棒的颜色 你一定可以比别人知道 到底5388的钟蕾 到底可不可以做 江老师在第一天的时候 就提醒大家 冲出去的第一天 就提醒大家 来我们看 有没有发现 这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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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根突破平台了 历史新高是75块 前波新高是73块 今天已经到了75.2了 那你觉得 运用正确的方法 是不是就可以帮助你判断多空 就这么简单 这样了解了 好 那另外一个 江老师是不是要教大家 怎么样做架叉 对不对 好 来 这时候来了 我慢慢讲 你慢慢听 听完之后你就知道 其实做架叉还蛮简单的 好 那把握一个原则 什么时候才可以做架叉 把握一个原则 就是大盘在区间震荡整理盘的时候 大盘如果在走多的时候 不要做架叉 因为你会被洗掉 如果大盘在走空的时候 你就拼命空就可以了 但是最难操作的就是 横盘整理盘 横盘整理盘的时候 建安老师不是有教大家吗 就是请你记得 回档去做多强势股 反弹去空弱势股 有没有印象 有对不对 然后呢 急掌的时候你是不是就可以出掉 那这样是不是就说 对 回档的时候做多强势股 急掌的时候把它出掉 这不就是在做架叉吗 所以建安老师要告诉你 到底架叉要怎么做 其实真的很简单 把握一个原则 如果假设你要做架叉的话 一定要运用K棒的颜色 只要你要去做强势股的架叉 好不好 只要是强势股的架叉 不要出现蓝K棒 这一档股票就可以做架叉 怎么说 来我举几档例子给你看 看完之后你就会发现 其实工具真的很好用 这几天 是不是华雅科有做回档的动作 那到底要怎么做架叉 来我们看一下 这一档股票 你有没有发现 建安老师已经画了一个N字形 这个N字形就是要教你怎么样做架叉的 只要它是强势股 拉回的时候不要变成蓝K棒 我再讲一遍 只要它是强势股 拉回的时候不要变成蓝K棒 如果变成蓝K棒 那就是破相了 破现破相了 那就不要理它 只要还是黄K棒的话 请你记得趁拉回几叠的时候去接多单 拉起来的时候 你是不是就可以把你的多单出掉 这样是不是就赚到架叉 华雅科就是一个例子 好 第二个例子 4915的置身是不是也这样啊 拉起来是强势股 拉回来不能变蓝K棒 几掌的时候你把它出掉 请问一下是不是就赚到这样的架叉 就这么简单 运用N字法就可以了 再运用K棒的颜色 好 那这时候来了 建盖老师 那你这个已经成功的 有没有那个在半途中的 可以帮我们做多 或者是做价差的 有没有 有的 注意看 建盖老师要举三档例子给你看 哪三档 来你看 请问一下 明基材像不像 强势股拉回没有变蓝K棒 请问一下 这几天是不是就要做表态的动作 今天是不是涨了4%多啊 这是第一档 第二档呢 强势股拉回不要变蓝K棒 是不是就等它往上拉 急跌回来的时候 请你去做多 急掌的时候 你就可以做价差 就是临滑 就这么简单 还有没有 有啊 之前是不是很多人跟你讲太阳人类股 但是今天 掉下来的时候就没人讲了 对不对 那到底可不可以做 可以啊 我举一个例子给你看好不好 我们就讲3452的异通好不好 强不强 强啊 来我们看一下 3452的是强势股 拉回只要不要变蓝K棒 就请你去 急跌的时候 请你去做多 做多完之后 急掌的时候你就可以出 那请问一下 这样是不是就完成了一个价差的处理 所以 操作股票跟期货 有没有很难 没有很难 每一天 尖爱老师带着我们的学员 带着尖爱老师的会员 这样子操作 都是运用这样的方法 大盘多方趋势 尽量爆破断多单 如果大盘在盘整盘呢 就尽量去做价差 就这么简单 所以好好的运用K棒的颜色 就可以帮助你判断多空 那你觉得这样子操作 有没有很难啊 没有对不对 所以给你一个最后结论好不好 如果这样做股票 做期货 然后做当充 都一样 如果你没有一个稳健 获利的方法 请你还是好好的退场 尖爱老师真的忠心 建议你真的是这个样子 不然的话 好好地想一下 团结力量大 唯有合作 真的才能共创双赢 建议老师把我会的跟我懂的 我都教你 那你把它学起来 那不就是一个共创双赢的机会吗 所以等一下广告的时间 好好想一下 建议老师讲的 到底有没有道理哦 对 那我们就先休息一下 进广告 马上回来 小叮当及冰雪节来咯 还有雷神战鼓秀 及同万水乐园咯 快来小叮当酷量一下吧 小叮当 你有看到我这只小丑鱼吗 西施排汗 金大桑 会呼吸的小丑鱼西施排汗3 台湾介绍的哦 善用工具抓转折 顺势交易又坚持 理财铁则就这些 习惯成自然 教材一定败吧 02-2506-8911 工医任务工庙百求一银 林志佳和游徐坤 谁让你比较有想像 林志佳一定会赢租利润 请支持会赢的人 林志佳 玩车时有人真诚相伴 挑车时有人全心支持 骑步时有人一路关注 现在用车时您就是阁下 阁下的每一通来电 启动了一整个人车团队 您不是别人 您就是阁下 阁上租车 阁下至上 正在吉兰河就是靠这个 原山者分红道 以水用分流的 不是用唯独的 那这个大鱼治水啊 所以现在入大鱼 石枝不能用水 南港也不能用水 还有这个雪山隧道 把人十一年留下一段 我两年半就拼了 那你也渔工渔船 那你也跟他干两手 什么两手 你也是好手啊 我们来做那点手吧 双腿生活签改造运动 保育改变会发生 而且第二双九百九 买越多赚越多 最后一天 再不来就来不及啦 德国马牌轮胎 让驾驶充满乐趣 也让世界充满欢乐 现在买轮胎 就送全球唯一绿能足球 马牌和你一起爱足球 也爱地球 转动世界的力量 欢迎回来 接下来齐聚看台股单元 这样教大家如何当冲了 好的 江老师要教你当冲了 区间震荡整理盘 当然就有区间震荡整理盘的方法嘛 只要保卫一个原则 每天去抓节奏 市场的节奏还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就是要抓 到底今天是我要用顺势盘 这一把刀去对付它 还是用盘整盘 这一把刀去对付它 就这么简单 那如果是个盘整盘呢 Bingo 15分钟的K棒一定是黄色的 对头到尾都是黄色的 它就是个盘整盘 然后工具会告诉你压力 工具会告诉你支撑 所以你只要逢高空 逢低接 这样就结束了 今天的准则就这么一样 真正的就是这里 怎么说 来我修给你看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台子齐的15分钟的K棒 就这么简单 我解释一下 开盘在这里 开盘在这个地方 来我给它重新开始 开盘在这个位置 然后一开盘完之后 15分钟的K棒 它就告诉你是黄K棒 所以它会告诉你压力 主人家压力直接9196 支撑底下9156 所以如果假设你有工具的话 你今天会不会去最高杀低的 不会 为什么 因为它就是一个横盘整理盘 你应该是要逢高空 逢低接才对 所以我们一步一步前进 结果就在那一瞬间 你没有发现 在这一瞬间 是不是最高拉到918 9198 对不对 9198的话 请问一下9196 我们有没有空到 有啊 9191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空到的话 那请问一下 这样子做的话 我们是不是就空单在手 空单在手的话 把握一个原则 只要K棒没有变颜色 我们就把它续爆 尾盘的时候 9172 把它平常出场 你看9196做空的 做空的 总共有两次 可以让你做空 尾盘的时候 拿到9172 这样是不是就有24点的价差 昨天小培的一个状况 今天是不是全部把它拉回来了 而且我们用几趟 一趟 这几趟 就它拉回来 你用健好老师 就赚24点 你知道吗 今天的价差在三十几点 能够赚24点 已经黑密度了 了解吗 是因为区间没有变大 如果区间变大 当然赚更多 等一下了解 不是健耀老师不愿意赚那么多 是因为盘式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有时候盘式很重要 好 那另外一个健耀老师 要跟你分享一个东西 如果假设你今天追高杀低了 表示你的方法真的有问题 健耀老师最喜欢做对比图 让你看一下 为什么健耀老师的学员 知道要逢高空逢低阶 但是你不知道 答案就在这两张图 你看 左边是不是你使用的工具 对不对 那右边是健耀老师所使用的工具 你第一根K棒如果开出来 我们假装玩一个游戏 这根K棒开出来的时候 你告诉我 你知道是盘整盘吗 左边知道吗 不知道 但是右边知不知道 右边知道 因为右边它就是个黄色的 所以当你知道黄色是盘整盘的时候 你是不是得到压力在这个地方啊 对不对 就是做空 但是如果你不知道 你今天搞不好还去追在今天的最高点 9198 感觉还不错嘛 因为沿路慢慢慢慢的推上去 你觉得气氛不错 结果一追高完之后 哇 倒退路 不就是这样吗 所以健耀老师一直跟大家讲说 其实操作期货真的一点都不困难 难就难在你的方法真的不对 所以如果假设你的方法不对怎么办 还是听健耀老师的劝好不好 好好的运用天然的最好 简单的最好 把K棒的颜色准备好 再把操作周期给它固定 剩下的就请你按表操课 真的按表操课 所以啦 简单的事情真的请你重复做 你就会变成专家 真的是这样 简单的事情你每天都做它 你真的就会变成专家 然后呢重复的事情 你用心的去做它 你就会变成赢家 想不想变成专家 想不想变成专家 想不想变成赢家 健耀老师都在这个30分钟的时间 让你自己去做选择 你自己决定 不是健耀老师逼你选择 决定完之后 想一下 如果健耀老师讲的有道理 等一下广告的时间 不要忘记打电话 对 那最后一点时间 健安琴博哥帮我们看一下 明天有什么样关盘的重点 好的 尤其明天星期三 没错 又周选择全结算 又来了对不对 我跟你讲 周选择全结算的话 又来一个震荡了 搞不好比今天震荡更激烈 昨天是不是跟你讲一个数字 9217 你有抄起来 今天根本就是压着打 但是今天打到一个新的地方 叫做9191 也就是说 如果明天多方真的要拿回发球权的话 请你记得 收完盘的时候 9191一定要站上去 了解吗? 就这么简单 所以如果假设你是看空的 9191就不能被攻下来 那如果假设你要做多的 那当然就等它9191 真的有站回去的时候 那你再去进场做多 那不就得了吗? 所以运用工具简不简单? 很简单 9191请你抄起来 第二件事情 当然就是收盘盘的时候 看一下七海论坛 到底筹码有没有做变化 好所以说其实还是要关心筹码面的变化 要看一下外资 到底有没有持续的站在了买方了 好 谢谢既然为我们带来的 这一集时的分析 那七海论坛 也感谢你的收看 会持续待遇掌握整个大盘的趋势 以及方向 明天同一时间 与你再会 这一集